师傅,不好了,树林里有妖怪 什么妖怪 听说是一条好大好大的蛇 附近的牲口都给吃掉了 蛇魔? 它在哪里啊? 在树林里 镇长说要师傅去斩妖除魔 让我去 我也去 我也去 师傅,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我也是为别人打斋超度的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 师傅,我很怕蛇的 师傅,我一开血就晕了 对 西空大法 那么为什么自相残杀呢 西域四魔一向不合 他们经常互相残杀 以取代对方的位置 生母,你怎么样了? 你杀了我吧 我不杀圣诞 先别说那么多 我想帮你把脉 不用 我被血弩的丝 洗干了内力 活不成了 在我死后 你可不可以 照顾我的宝贝 好 张大侠真是狭义心肠 他不及前前还去救人 真是令人敬佩啊 想不到 我真的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我原以为血弩 不会真的下手 原来我一直都想错了 想我一生害人无数 得到这样的惩罚 也是活该 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为非作戴 可是 我现在才知道 实在是太迟了 那我爹是怎么死的 不错 是我们联手 杀死了你爹的 真的是你们 没错 是我们五个人 五个 信与四摩不是只有四个人而已吗 我们也是受人之事 可是 你爹终究是被我们害死的 对不起 那究竟主谋是谁 主谋是 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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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母 生母 喂 你不要死啊 你还没有说出 谁是杀人凶手呢 生母 放心 我会帮你照顾那条大蛇的 我会帮你照顾那条大蛇的 我会帮你照顾那条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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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会帮你照顾那条蛇的 远 u 军宝怎么会这样 刚才明天还好好的 她中毒了 看来姑娘是用毒的行家 你看她中的什么毒啊 行家不敢当 但我知道她中毒的原因 她跟血奴对了一掌 血奴本身不会用毒 但是血奴吸走了蛇魔体内的功力 这功力当中 由蛇魔练就十几年的毒 一时间在血奴的体内未能消化 在跟军宝对掌的时候 传到的军宝的体内 她就会中毒 军宝 军宝 怎么会这样呢 我现在全身都麻痹了 内脉似须似食 中毒一身了 蛇魔练就十几年的毒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解开呢 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解毒啊 以毒攻毒 蛇魔一生练就的毒 都在那条大蛇身上 只要找到那条大蛇 取出他的毒液 给军宝吃的话 就应该没事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大蛇吧 千万不可以 那大蛇凶猛厉害 这样贸然去的话 很危险的 可是 可是军宝现在中了毒 不是更危险吗 我们现在连大蛇在哪都不知道 现在太危险 是不是太糟了的 血奴吸收了蛇魔的功力 会不会连大蛇一起收复了 有道理 可是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血奴呢 有道理 不用怕 我不会杀你 那么你来找我干什么 蛇摸的那条大蛇在哪 找那条大蛇是为了救张军宝吧 不关你们事 听红娘说 你看上了那小子对不对 你神经病 男欢女爱很正常 可是你不是正常人 你跟我们一样是杀人的工具 杀人的工具是不可能有感情的 我救张军宝是为了从他口中套出岳飞遗物的秘密 秘密 岳飞的遗物不就是小公主的衣服包吗 有什么秘密 干爹的意思是要把那衣服包亲自拿到手 还有拿不到手就把它毁灭 普天下只有张军宝一个人知道秘密在哪 所以现在不能杀他 可是我也无能为力 我不知道蛇摸那怪物去了哪里 不管那怪物在的话 蛇我也不会那么轻易的给我了断 其实张军宝死了也有好处 既然普天之下只有张军宝知道那东西在哪里 那么张军宝一死 那秘密就会永远的保存着 跟那东西毁了没什么两样 要不是炒蛇魔的内力太杂乱 弄得我血脉不正 张军宝那臭小子怎么会是我的对手 我以为你们大家是好兄弟 平常你打我我打你是闹着玩的 却没有想到 却没有想到 我就把他给杀了 其实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感情 如果我们不等着这个机会把他给杀了 那么以后给他抓的机会死的就是我 你知不知道我们本来有十个兄弟 蛇魔杀了一个 鹏娘杀了一个 我杀了一个 其余的都给老大解决了 其实他才是最厉害的 好了 没事的话别阻碍我疗伤 我要尽快吼起来 要不然给老大和红娘看见 我怕他们会把我给杀了 活得真痛苦 你不也一样了 好不了我们多少